站在偉大的蔣衛水醫師的身上 在為台灣加開繼續前進的一道廚房 拋出文化政策 賴清德找來180名義文界人士力挺 特別提到百年前台灣民眾黨蔣衛水 難不成是在跟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互別苗頭 彼此應該有很大的不同 賴清德一講完現場笑聲不斷 針對文化政策提出兩大承諾八大主張 要向全世界推廣台灣文化 至於藍白陣營 14號將展開雙邊幕僚會前會談整合 賴清德依然按步驟般拼選戰 不靠在野分裂勝選 而是要單獨過半強化執政基礎 賴清德更提醒輔選幹部 要做好一對一對戰的準備 對在野黨的活動 我們是不變評論 不過每一場選舉通通都一樣 輸贏決定最大的關鍵是在自己 儘管再也能否整合人事未知數 但侯友宜在藍白會談前夕 再嗆賴清德兩岸立場 兩岸和平是賴清德的使命 抱歉 不是在講漫畫 別人說人要相信 你說人民絕對不相信 我們不可能期待 會有餘誇獎我嗎 所以如果這樣想的話 應該就可以平常心看待 機智妙回鬥樂全場 2024大選不管最後是一對一 還是藍綠白鍋大PK 藍清德都按照既有節奏持續端出政策牛肉 爭取支持 三星黃燕傑由不有SN消毒台報道